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炒饭就不会有很多水分啦 再把黄瓜切成小碎丁 胡萝卜也切成小碎丁 炒饭隔夜饭最好 这样炒出来的米饭才能一粒分明 起锅肉油先炒鸡蛋叶 把鸡蛋叶炒熟打散 把炒好的鸡蛋盛出备用 锅中蘸肉油倒入胡萝卜 炒至胡萝卜炖生 再倒入米饭 胡萝卜把米饭打散 加少许食盐 炒均匀 米饭全部炒散后加入第一次酱油 继续翻炒 炒至酱油被米饭完全浇湿 下入黄瓜丁 下入第二次酱油 继续炒至酱油被米饭吸收 再倒入全部的酱油 继续翻炒 酱油一定要翻三次加 这样才能把酱油的香味全部炒出来 再倒入炒好的鸡蛋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学会这个方法 酱油炒饭全程只加一次油 可以看到碗底是没有油的 米饭看起来特别的光亮 好吃又不腻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